大家好 欢迎来到有图有真相的左荣写证馆 我是左荣 今天我们左荣写证馆要介绍 台湾历史上既空前又绝后 最疯狂的全民运动 台湾巴紧票选活动 我们先来看结论 1922年8月 经过台湾全民公投投票之后 选出台湾巴紧风景名胜 依照投票数的高低 分别是 1927年的时候 台湾的人口大约是400万人 由于可以重复投票 结果这一场台湾巴紧的投票活动 从6月10号公布到当年的7月10号 投票结束为止 总共投出了3亿5963万4906票 也就是将近3亿6000万票的 惊天动地的数据 等于呢 当时的台湾包括小baby在内 平均一个人就投了90票 我们只能说 我们的阿公阿嬷 实在是太有空了 我们常常说 日本时代在台湾会发生的事情 绝大多数在之前都在日本发生过 台湾日日新报举办的这个活动 其实是仿效 同年4月大阪美日新闻所举办的 日本新八景全民票选活动 当时日本内地呢 大约有6000万的人口 结果呢 总共投出了9300万票 顺利地选出了 四户甲 石河田湖 云仙岳 木征川 上高地 华岩龙 别府温泉 寿圣霞 八个名胜 这算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票选活动 谈到这里呢 想要多了解上述这些日本名胜 或者是日本戏剧新闻的朋友们 是不是常常会因为区域的限定 常常没有办法收看呢 这个时候您就需要Surfshark VPN Surfshark VPN在全球100多个国家以上 设有超过3200台伺服器 不仅让您轻松一秒切换IP 视野呢 也随着网络 想去哪里就到哪里 更重要的是 这个VPN的加密 可以让我们在使用公共WiFi的时候 得到满满的保护 避免有心人窃取个资 是我们出外旅游的时候的好伴侣 大家也可以参考Surfshark旗下的Surfshark Alert 它可以守护我们的email 个人的身份证号 密码 甚至是信用卡号 当个资外泄的时候 它随时可以通知我们 进而采取措施 现在您就可以点击我的专属连结或输入优惠代码 不仅可以获得专属的优惠 另外还可以多送三个月免费的使用 如果用的不喜欢的话呢 30天之内还可以全额退还哦 快来试试看哦 好 我们现在再回到主题 1927年的5月29日 台湾日日新报上面出现了 征求台湾八景的公告 里面说 就是因为台湾之美未曾公租于世 因此呢 征求票选 希望借由这个活动 能够唤起大家对于台湾乡土的爱 同时让海内外都能够知道台湾的美 在票选活动还没有公布之前 每天报纸上都出现了名人代言的投书 例如台南州知事说 这个票选活动可以让人远离金钱游戏 回归自然 然后基隆四隐呢 也投书带风向说 不该限制入选的名胜数量 然后各州的首长纷纷就跳出来 请大家要踊跃的来投票 反正在正式起跑之前 大家就已经在摩拳擦掌制造气氛了 1927年的6月7日 台湾日日新报正式刊登了票选办法 第一个 请大家用邮辩局发行的明信片来投票 第二个 一张明信片只能够写一个地点 多了就是废票 第三个 每人投票次数无限制 第四个 依照投票数的多寡 先选出20个名胜候选名单 然后经由评选委员选出最后八景 第五点呢 也很重要 就是投票者可以获得近日公布的报色赠品 这一点简直就是在吊人胃口 想要趁机提高报色的发行量嘛 在6月10日通信投票开始之前 报纸上天天都出现了政商名人的投言 大声疾呼大家要赶快踊跃的投票 为自己的乡土跟台湾的观光宣传 用力给他投下去 但是投票这件事情 显然在7日投票办法公布之后 大家早就先开跑了 6月10日就已经出现了投票的统计 6月11日 台湾日日新报公告了投票的抽奖办法跟赠品 得票数最高的前20个景点 每个景点要抽出3个得奖者 可以获得活动的纪念章 总计60个名额 纪念章 这也太小气了吧 然后呢 在从入选台湾8景的选票当中 每一个景抽出5个名额 分别是5奖闹钟一座 4奖有价证券5元 3奖有价证券10元 这个10元大概就等于是 现在目前新台币的15000元 2奖是高级的合幅布料 而1奖就是金手表一纸 也就是等同于现在的 露雷昂尖那种手表啦 当时著名的专栏作家 国岛水马 他也在报纸上画出漫画 大意是说 先生就请太太拿出台湾全岛的地图跟放大镜 考虑要选山上还是要选海边 太太正高兴说 先生呢 终于要带他出去玩了 结果先生只是为了台湾8景的投票 要投哪里而烧脑筋啦 台湾日日新报为了让 不想花钱购买邮局明信片的民众 也可以用自己财成的纸张来投票 还特地在报社前面设置了一个投票箱 不久之后呢 他们就会发现 影像当中这个投票箱根本就不够用 同时呢 还意外的引爆了台湾的新高山 是属于台中州还是台南州的论战 因为这座山脉正好位于两个州的交界之处 因此台中台南两州开始在报纸上面投票 抢夺这座民胜的所有权 自古以来我们有听过 有人抢粮食 有人抢钱 但是抢整座山的所有权 这应该也是历史上的第一次 眼见报纸上面每天发表的统计 各个民胜的投票数非常的分散 6月18日台湾练瓦高沙啤酒的社长 后宫姓太郎 他就在报纸上面投书 大声疾呼 各州厅应该提出自己名胜的建议名单 这样才能够确保自己州内的名胜能够入选 换句话说 这大概是台湾投票史上第一次出现大规模的弃保 而且是公开呼吁弃保 6月20日 投票数已经一举来到百万大关 眼见每天报纸上面出现的名胜排名高高低低 也开始激发大家的爱乡土情节 就像有些人说 如果你去问台南人哪一家面摊最好吃 他一定回答你 我家巷口那一家意思是一样的 台南人说台南最美 高雄人说高雄最棒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在这种苏朗姆苏丁的心理之下 整个投票活动开始升温变成全民运动 而台湾本岛士绅也开始跳出来 例如士绅郭廷俊就公开呼吁 要抛开狭隘的偏见 尊重评审裁判的专业意见 板桥林家的文人林履信也呼吁说 真心爱台湾 不要媚于偏见 而文学家与企业家黄存清 他的呼吁非常特别 他说 不仅要以大自然之美来投票 更要借此机会学习未来 在台湾地方自治投票的时候 如何投出神圣的一票 黄存清先生不仅想事情想得非常的深远 同时再度显示出 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 曾经谈过的 世生的义务 这样的精神 到了六月下旬 投票数已经超过台湾人口的三倍 来到一千两百万 台湾日日信报 上下员工不仅忙到四肢无力 同时还出现一个非常严重的状况 哇 没有投票名信片了 邮局卖光光了 这下子还得了 这会出现暴动哦 于是呢 报社就赶快在报纸上面刊登启示 说委托台北的盛进商行 与士林制止 赶快来印制投票用纸 大宗购买还有优惠 结果才三天 因为订购量实在太大了 生产无法供应 盛进商行呢 就在报纸上登广告说 谢谢收看没办法哦 停止了这个接单 好了 接下来呢 民众只好自力救济 在家里呢自己做家庭手工艺 自己将纸裁成明信片大小拿去寄了 6月30日投票数是2100万 过了一周之后 就突破1亿的天文数字了 7月10日投票日截止为止 报社总共收到的投票数是1亿5000万 而且后面还有更多的票 等着邮辩局寄送到报社 最终的数量就是将近3亿6000万张 等于前台湾每一个人投出了90票 经过了冗藏的票数统计 台湾日日新报在1927年8月26日 公布入选前20名的台湾名胜 同时在8月25日 17名专家 学者在铁道饭店齐聚一堂 热烈讨论之下 选出台湾八景 以及两个别格 也就是特选 现在我们就用1935年 名画家吉田出山郎所绘制的名画为各位做介绍 两个别格分别是神域、台湾神社 以及凌峰、新高山 八景分别是 鹅兰比灯塔、高雄寿山、台中八仙山、阿里山、基隆旭岗、淡水港、太鲁阁峡峡谷以及日月潭 我们今天有图有真相的佐隆写真馆为您介绍了1927年空前瘸后 台湾史上最疯狂的全民运动 台湾八景票选活动 反观那一年的中国 当时蒋介石对中华民国政府发动军事政变 中国从北到南陷入军阀混战 而国民党内部也开始分裂 加上共产党正式翻脸 并于8月1日发动兵变 总而言之他们很忙 我们也很忙啊 只是我们忙的内容跟他们很不一样 两相对照之下我们自己的历史显得更加重要 如果您也喜欢每隔周三晚上8点定期更新的 有图有真相日本时代历史 非常欢迎您按赞订阅分享 那我们就下次见啰 ではまたね